臺灣自由時報、臺北時報這兩天 都刊登了美國退休外交官譚慎格的文章 秦剛、宋濤與特務外交 秦剛在去年末破例提前接任中共外交部部長 但是文章披露 秦剛不是從中共培訓外交官的搖籃 外交學院畢業的 反而是從北京的國際關係學院拿到文憑 譚慎格補充說 在他早年外交生涯的回憶中 國際關係學院 是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情報機關的關係密切而聞名 1964年 基於該校作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 國際關係學院一度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 但最終在文革後失去了重點高校的頭銜 因為重點高校必須隸屬於教育部 而國際關係學院隸屬於國家安全部 記者查證發現 中共教育部官網上 直屬高等學校名單裡並沒有國際關係學院 而根據浙江省人士廳、公安廳、國家安全廳文件 公安部、國家安全部所屬、警察院校應屆畢業生中 包含安全部所屬國際關係學院 此外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報告警告 國際關係學院因為與中共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 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秦剛幾位前任的學歷刊登在外交部官網上 但都沒有這麼明顯的國安色彩 譚生格認為 秦剛擔任外交部長 象徵了中共新外交路線 不是由職業外交官負責推動 而是聽命於專業的情報官員 中共外交從來就不是以國際標準進行的 戰狼外交才是常態 只是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不同的需要 掩蓋多少的差別 真正決定外交手段的 不是外交官 而是中共黨魁及其相應的政策 當然通過任命的外交部長人選 我們可以看出當前最高層的外交走向 譚生格提到的另一名令他費解的官員 是新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正部級主任宋濤 宋濤從2000年福建省一個不起眼的 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接連跳升 從外事官僚晉升到中聯部部長和中央委員 只花了15年的時間 現在又從應該退休的崗位上重新獲得重用 領導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時事評論員橫河表示 談到宋濤就需要瞭解中聯部 既然的這個外交部門再轉到中聯部 是屬於火箭式的提升 橫河認為 由兼具統戰、情報和顛覆功能的中聯部部長 來負責臺灣事務 正好是配合中共當前 越來越進攻性的對臺政策 這個西裝的殺手對國際社會是帶有極大的欺騙性 如果說國際社會不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那麼就可能給國際和平安全會帶來極大的麻煩 特別是臺灣 坦勝格也認為 在2023年 習近平主席對於國際關係的總體政策 尤其是對臺政策 將由秦剛和宋濤 這種擁有情報和主動出擊背景的領導幹部來執行 美國和臺灣的外交官都必須使出看家本領 準備對抗這種特務外交